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张大仙 之前跟大家聊过理性的一波手感优化 使得一众假霸体英雄看到了曙光 果然3月6号的体验服务更新 花木兰假霸体优化 他就来了 本次体验服务平衡调整 除却新英雄总共4人 第一位理性 本次调整主要优化了理性4级后的变身按钮 更新后理性变身技能可以一动释放 但变身过程中却会减少自身50%移速 此次改动官方意图很明显 就是打算改变玩家们 在使用理性时光性暗性只能二取其一的传统观念 那光暗结合发挥理性这名英雄双属性最大特点 而这样的改动愿景是相当不错 我在正式服使用理性也常常会选择光性作战 使而切换暗性续航赶路 两个形态各有特色也各有用途 能在新版本中学会双形态使用 将会是理性大神玩家的比修科 第二位花木兰 突然让我猜中了 理性的手感问题优化完毕 迎来了玩家们一致好评 花木兰的优化就紧随其后立马安排上了 官方还表示 其他英雄对应问题也在逐步解决中 还真让人期待呢 此次调整 花木兰重剑形态一二技能 均得到了大体效果优化 以往蓄力重剑一技能和二技能的推 在实战中会被打断的情况少了很多 各位小玩花木兰却因为旧机制问题不敢上手的小伙伴 等这波更新登陆正式服就可以练起来了 第三位点尾 本次主要针对点尾的大招进行了手感优化 同时优化了大招越强机制 那小小测试一下 优化后的点尾在面对如今峡谷的许多强体 都可以一跃而过 但也要注意 当敌人处于施法范围的极限距离时 有时点尾还是跳不过去的 这波优化只能说让点尾越强机制提升了许多可能性 却不是点尾能大到人的地方就一定能越过 各位小伙伴们实战中可千万要注意了 当你打算大招越强时 最好还是稍靠近敌人一些 这样就可以提高大招越强的成功率 那第四位雅典娜 本次调整延长了二技能枪刺间隔时间 有五秒提升至六秒 那作为平衡略微降低了二技能的技能伤害 基础伤害由原来的370降低至350 等级伤害成长也下调了每级10点 AD收益不变 降低了二技能蓝号 由固定60点调整至固定50点 那大招改动也降低了蓝号 一级大招的基础蓝号下降20点 之后蓝号等级成长降低了每级10点 那此次改动可以简单看成雅典娜一波上下线调整 降低伤害无疑是略微下调的英雄上线 但是延长了二技能枪刺间隔 算是为新手雅典娜开启了一个小后门 在练习打出三环操作时有了更多的容错率 那降低了二三技能的蓝号改善了雅典娜续航的弊端 那尽管如此啊 我认为雅典娜日后走出野区回归线上的可能性也不大 且看这一次改动登陆正式服 会给雅典娜的胜率带来怎样的变化吧 那另外还有一则调整 就是关于当前大热的召唤师技能 狂暴如你所料狂暴又又又又血弱了 简单明了一行字移除韧性加成效果 后翼加罗等一众炮台射手 看到估计哭瞎了 实测一波也确实没有了韧性加成 这要是登陆正日服 人人拥有60%极限韧性的时代 结束了曹老板笑出了声 好了那本次改动播报就到这里了 你认为这波狂暴调整改的怎样呢 还有哪些假扮型英雄需要优化呢 留言告诉我吧 我是刘昕 我们下期再见